早晨,欢迎大家收看即市策略 今天是1月17日星期二 昨天因为没有记购市 市原则会比较静 美金似乎两个星期的调整 开始有反弹迹象 先看看货币 昨天开始逐步调整 欧元相对较弱 因为在上周四开始 欧元已经试到接近106-88 开始下跌 昨天进一步下跌 但昨天没有美国市 昨天波幅不大 整体上的高压也不多 最高都是去过21 最低是去过79 即是50点左右 昨天波幅比较少 但如果看日元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昨天反而日元 会看到昨天日元转强 昨天日元早段美元兑日元 即是美元兑日元转弱 昨天美元兑日元其实下跌 最低下跌 现在114-19 但最低下跌113-63 即是跟上周四的日元下跌 是一样的 如果是这样 通常遇到这些现象 一定会建议大家试试反手买 因为美元已经开始转强 另外欧元也在跌 做了这样的形态 即是这些价格是直播率最高的位置 所以可以这样看 看完磅 磅 昨天的磅跌穿了1.2 现在虽然上升到120-45 但实际上 磅似乎已再次出现 大约是1992年打后 由1992年至1995年 几年时间 英磅是出类拔税的一种 可能令很多香港人不开心 英国的地位一直下跌 变成第三世界货币 即是什么意思 你发现它的走势 可能与主流货币没关系 看到美元升 未必要沽着磅 正常来说 昨天美金升 但磅是跌的 所以间接导致 为何不是全部货币都跌 而美金都可以升 就是说你发现 磅跌多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 因为磅在上周四 是站在1.23 而当日那天美金做最低 但今天美金升了少少 但磅已跌穿了 这三个月的最低位 瑞士发狼 瑞士发狼反而有偏弱 美金对瑞士做强一点 昨天有个假设 美金可能会做好一点 现在也有少少 头发现了 有些美金可以做好一点 昨天也告诉大家 我怎样选择 当美金升 应该沽什么 我们都会透过 现在每一只货币 昨天的表现 作为我们今天的参考指标 如果我要买美金升 沽那只最好 昨天告诉大家 应该是日元 日元做多个箱底 所以今天到这些价格 我更加建议大家再博 因为这些价格是博得过的 再看看澳洲指 澳洲指 昨天也是跌价 但跌得幅度不多 但如果以澳洲指 虽然的强势相对较明显 但外于他又是做了双顶 所以可能今天也会建议大家 沽一沽澳洲指 因为价格 有这样的调整 这是所谓力量的转移 我见到他做了双顶 为何我会买他调整 因为他做的价格 是一个有条件性转向的特征 所以这些是可以博得过的 看看加指 加指反而昨天转弱 整体上我们已经捉到少少路 美金好像做强 双粉货币似乎相对较弱 所以今天可能仍以买美金作为原则 但每一只货币的价格要计算 因为每一只货币的表现都不太接近 所以究竟是哪一只货币的价格 稍后在公司网站 今天报道先到此